家人们 你们摸摸肩膀两侧的肌肉 是不是又高又硬 捏下来呢 也是酸酸酸酸的 反正小只啥的哪儿呢 都挺瘦 却是解放鸡把背后出状 像躲坐小山 单看脸吧 还是个小家碧玉娇小可人 这一路真进 好家伙 我背熊后还细致全无 然后就上我搜了一堆消除解放鸡的办法 结果 铺天盖地的全是各种直脚肩速尘法 现在还在跟着熊姐姐妹啊 谈进给我停下来 你知不知道 有人跟着某明星练直脚肩 直接造成肩膀脱臼 甚至还有人练瑜伽拉伸直脚肩 而导致终身残疾 而且各大意识也早早出来发生 直脚肩是一种病 真的 协方肌不等于直脚肩 不要再混小语听盲目瞎练了 姐妹们 享受协方肌又不是没有别的法子 那她非得和自己过不去呢 三招 刀不费力 零成本 躺着就能消除协方肌 让你轻松悠悠 傲人间警示 逃不吹嘘啊 看看我老姐妹就知道了 还有心的赶紧把你姐妹拉进了一起 正确撬出协方肌 首先 我们要先搞清楚 协方肌它是怎么来的 你们先带着想一想 是不是不管工作还是学习 都会带着身体前倾 然后胳膊支撑着上半身 反而是不管是什么场合 还都喜欢低个头 那你知不知道 就这些日常不注意的快习惯 突然咱原本平斩的肩胛骨 宋内紧活 再加上长时间低头 上半身必须依靠 协方肌的力量来支撑 从而导致 是肩胛骨和斜方肌的错位 你可不就虎背向腰了吗 不信啊 你就手臂向下做一个扣肩 梦梦的斜方肌是不是又高又硬 然后再把手臂外旋 再去摸下你的斜方肌 是不是又低又软 只有让咱们的肩胛骨和斜方肌 混到原本正确的位置上 擦手根源上解决斜方肌肥状问题 身体挺直 将手臂从两侧抬起 与胸口平息 手肘腕曲垂直90度 然后将小臂向下翻平 肩膀向下沉 随着呼气再把小臂往后抬起 所以你用手肘往身体两侧去夹 长三秒 一组十五个 三组不行 真的 就这个动作 女孩做了一周 斜方肌没消啊 你来找我 你要实在懒得做姐妹啊 没关系 夹着还有一个让你躺着 就能消除斜方肌的 睡觉大法 不用怀疑 就是睡觉 这个不是我下说 有专业医师表明 正确的睡觉姿势 不仅可以回证肩胛骨和 斜方肌错位的问题 还可以很好的缓解 斜方肌肌肉紧张的现象 从而达到一个消除斜方肌的作用 第一 适当的垫高枕头 可以有效的让头部连接 颈部的肌肉有的放松 第二 平躺和斜躺交替进行入眠 以免压迫肌肉引起 斑边斜方肌 第三 长时间熬夜 也是导致斜方肌加重的 贵魁祸首 所以啊 11点前必须过睡觉 那如果还是有姐妹 觉得这两个办法 出机场难尽时的话 得 我这儿啊 还有个门心不海的凑臂小技巧 会穿才会赢 时间区块苏半月 3月18号这期 47.1万人点赞的 显瘦穿搭公式 学会这一套穿搭公式啊 不仅能让你在市局上 消除斜方肌 显瘦时机 它可以提升穿搭思路 音乐成为穿搭博主 姐妹们 最后再强调一遍 不要再做任何关于 直角症的锻炼法了 也不要再打什么 受尖针了 科学变美 才是王道